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神伟大的爱 和其残阔高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神成唯一的人 谁能控告 谁能定他们的罪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是苦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楼梯 危险到肩吗 不论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现在的事 将来的事 都不能教我与神的爱隔绝 我们再次来告白 哦 身为大的爱 和其残阔高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神成唯一的人 谁能控告 谁能定他们的罪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谁能使我与神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是患难吗 是苦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楼梯 危险到肩吗 无论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现在的事 将来的事 都不能教我与神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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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苦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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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现在的事 将来的事 都不能教我与神的爱隔绝 难道是患难吗 是苦苦吗 是逼迫吗 是逼迫吗 难道是患难吗 难道是患难吗 magnes Libitus 八年魅 sucking 克力量 难道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现在的事 将来的事 都不能教我与神的爱隔绝 都不能教我与神的爱隔绝 是的主啊 我们今天也在你的面前来告白 真的是不论是这样的困苦 是这样的患难 逼迫危险刀剑 主啊又不论是这样的疫情 我们单单的愿意来仰望你 主啊真的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和信心 能够保守我们的心 单单的能够抓住神的爱 主啊我们相信世上任何的事物 都不能与你的爱隔绝 主啊真的求你保守我们 主啊真的感谢你 希望你今天也与我们同在 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哈喽大家好 亲爱的弟兄姊妹 祝你平安 没想到会跟大家在YouTube里面 相见啊分享信息 因为疫情的缘故嘛 我们可能短时间内不会在教会里面 和大家这样的面对面相见 但是我也相信我们的主 依然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时间呢 我们也更需要主的恩典 愿神祝福大家 在这段时间里面也都能够多多亲近主 多多默想主 多多从主那里面得着 祂的恩典 那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的经文 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减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 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Amen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然后开始分享今天的话语 亲爱的主 感谢你 主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一起 在YouTube里面 分享出你的话语 主啊求主来 祝福每一个 今天一起 看这个视频的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真的借着祝你的话语 来祝福我们 兼顾我们 救主你的灵 充满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神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经文讲的是 真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 我们知道 每一个基督徒 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就得着这样的新生命 那什么是新生命呢 新生命的意思 并不意味着 我们立刻就会变得 与别人不同 也不是说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就有什么样特殊的能力 新生命的意思是指 我们生命的主宰 不再是我们自己 而是那为我们舍己的 主耶稣基督 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 就是新生命了 那今天在约翰福音 十五章一到十八节的经文里面 有这样三个属灵的 这样的原理 让我们看到 我也想跟大家来分享 这样三个属灵的原理 首先我们来看 一到二节的经文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 他就捡去 凡结果子的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耶稣在这里将自己比喻成真葡萄树 什么是真葡萄树呢 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才是那赐下真正生命的救赎主 那最近我们因为这个疫情 因为新冠状病毒的缘故 使很多人都面临着这样的恐慌恐惧 其实也是为什么恐慌恐惧呢 是因为离死亡更加的接近了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现在在韩国 其实我们看到韩国 今天的新闻也报道说 已经有1200多例的这样的确诊患者 我们在这边 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这样的防护工作 也开始我们在这边 开始有储备这样的一些食物在家中 那其实说到储备食物呢 不知道大家储备了多少粮食 目前我所听到的储备粮食的人当中 储备最多的就是我中国的我的父母 他们我上次联系他们 他们说他们储备这个可以吃的食物 可以两年不用出屋 甚至达到两年不用出屋 就这么多的这样的储备粮食 那大家储备了多少粮食呢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一下 因为如果你储备的太少的话 我们会单独联系你 帮你再在网上再订一些这样的储备的食物 好回到今天的进步当中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 无论我们的防护再好 其实也有漏洞 储备再多的粮食呢 也有吃完的那一天 那真正保护我们的 其实还是我们的神 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 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生命的主宰 耶稣才是真正的葡萄树 而作为知子的我们 耶稣告诉我们 第一个属灵的原理呢 接着今天经文告诉我们 第一个属灵的原理就是要结果子 芝子的作用是为了结果子 芝子若不结果子呢 就没有任何用处 就像岩失了胃一样会被丢在外面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神如此看重我们基督徒 作为芝子是否有结出果子的这样的事情 可见我们基督徒不是信耶稣 拿着一把天国的钥匙 就这么简单 真正的基督徒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他里面就能够结出这生命的果子来 这果子呢 可能是福音的果子 也可能是生命的这样的改变 也可能是爱人的这样的果子 也可能是福事的果子 等等各种各样的生命的果子 亲爱的对象姐妹 基督徒的生命是丰盛的 若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我们就一定会看到我们生命的果子 倘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看到生命的果子 我盼望我们再次向神祷告 悔改 并且也查验我们自己过去的这样的信仰生活 因为一个不结果子的生命 是神所不喜悦的 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看到的 第二个属灵原则 就是没有果子的枝子 是神所不喜悦的 二节那里说 不结果子的枝子呢 主会将它剪除 六节那里面 我们也看到 不藏在主里 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 最终被人烧掉 这里我们要警醒 若我们不能结果子 别说荣耀神 甚至也可能会为外人来嫌弃 那么葡萄枝子如何才能结出果子呢 就是要藏在主的里面 这也是今天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个属灵原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经文当中的四到五节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只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只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 基督徒生命的原理在于与主的连结 就像枝子和葡萄树干的关系一样 枝子要结出果子 不是一下子的事情 而是要每天都要从这树干当中 吸取营养和养分 在每天不断的变化和生长当中 最终结出丰盛的果实 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要我们结出果子 主不喜悦没有果子的枝子 但是若要结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果子 这不是我们发一次大热心就可以的 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就能成的 结果子的奥秘 换句话说 在主里结出生命果子的奥秘 在于基督 在于我们和主的关系 在于我们是否藏在主的恩典当中 这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疫情逐渐扩大的时候 我们心中都有惧怕 我们也无法知道这疫情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可能一个月就会过去 也可能会持续半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此时给我们最大挑战的 就是对这疫情的关注 是否会影响我们常在主里 当团契也不能相聚 主日礼拜也不能来到教会 正常的做礼拜 当身边的我们的属灵的同伴和教会的肢体们 都不能彼此见面的时候 你是否还常在主里呢 对有些人来说 疫情的到来确实会影响和主的关系 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 疫情期间 确实我们再一次回到主里的好机会 当停下手中的工作 当平时那些抓住我们心的事情 都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候 神或许是让他所爱的儿女们 再一次回到他的里面 多为那些处在疫情当中的人祷告 也可能是在家中听到读经 常在 让我们再一次恢复到 常在他的里面 重新思考我们的信仰 重新得着主的信意 在这里 我也再一次勉励我们礼拜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常在主里面 多亲近 这为我们赐下永远生命的救赎主 耶稣基督 也就是这真葡萄树了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先做这样一个回应的祷告 亲爱的主啊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再一次做灵修 领受主你的话语 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都能够常在主里面 主啊 无论外部的环境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都能够让我们紧紧的在主你的保护当中 常在主里面 得着主的平安 靠着主 过着得胜的这样的生活 求主来亲自的帮助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为我们礼拜当中 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祷告 为我们所有的 在韩的中国留学生 还有我们所有的职场人 还有我们的家人的身体健康 我们也欣赏一个祷告 真的主啊 求主来亲自的保护我们 让在韩国的所有我们的肢体们 我们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健康康 被主你来亲自的保护保守 真的让我们在这疫情当中的时候 也能够经历主的恩典 看见主你信实的引领 也将我们今天一天所有的生活 再次仰望 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感谢神 以上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